第八百一十八集 啊 原来是他 府一现身就有不少人认出了来者的身份 语气当中还有几分恍然的味道 那一片或惊呼或追问或了然或迷茫的百万群仙且不提他 单说那来人的气派就不是寻常强者所能摆得出来的 但见一车障御风而来 由通体璀璨如黄金筑成 又经能功巧将精心雕琢的车身上遮滑盖下坠流苏 便挂金色风铃成十八树 叮当作响如韶月动听 伴着金陵韶月充斥在百万群仙的耳中 是声声龙吟震天乃是车障前方拉拽着的十八条蛟龙在吼叫 这十八条蛟龙形态威猛 龙吟之声亦是灵力充沛 每条都当有原因修为 放在海外便是画形大妖的身份 可有目光锐利者一见之下无不皱眉 这十八条蛟龙看上去虽然威猛无比 但是那一双斗大的龙目却近阶无神 仿佛行尸走肉一般 狮魁 十八条蛟龙身上淡淡的几乎不可以察觉的狮气 终于将其真正的身份暴露了出来 这天上地下能以蛟龙这种天生强大的存在炼制狮魁的又能有几人呢 即便是此前没有认出此人身份的 这时心中也是有数了 更有那龙灵羽等海外龙族 他们是早就认出了这十八条蛟龙的身份 一个个脸色仗红 只是明了来人的身份和实力 不敢出言斥责 只能硬生生地忍下了这口气 狮气道友 你何来支持啊 张凡一笑 倒是没有对狮气道人的排场 有什么反感 若不是有一老怪纠缠 倒有讲道天下的大日子 老夫岂能不早来啊 伴随着一阵大笑 那十八蛟龙拖拽着金车着陆 一个衣着高谷 服饰华丽的矮小身影 从中一闪而出 啰嗦在清风道君之旁 只见那人尖嘴猴腮 便替金色绒毛覆盖 一张雷公脸着实吓人 再配上他那副打扮 看在眼中幕侯而惯这四个字 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心中冒了出来 也仅仅是在心中而已 来人的兄名即便是时隔数万年 也足以震慑后起的群仙了 狮气道人 来人无疑 正是那与张凡分别之后 就前往灵仙界看望好友 并为张凡扬名天下的狮气道人 见得他的出现 张凡多少有点松了一口气了 无论如何 此人前往灵仙界与他有关 要是身允其间 那就真是他的罪过了 狮气道人一边和张凡打着招呼 一边以目光横扫整个东皇宫 与其如有实质目光接触者 除却清风道君 疏通等寥寥数人 无不觉的双目刺痛 忙不迭地躲闪开 不敢与其对视 哪怕是那样一副相貌 单单这凶利无比的目光 就让人不敢再有半点的轻忽 那以貌取人的小心思 更是早已散去无踪了 哦 不知是哪位前辈高人 能将狮气道友纠缠如此啊 张凡微微一笑 出声说道 他这一开口 那些与慌忙闪躲 狮气道人目光的修仙者们 无不觉地身上一清 如将能人看得通透 可将眼神灼热的恐怖目光 终于从他们的身上移开了 还能有谁 还不是那老兔子 狮气道人话说一半 忽然住口不言 张凡也是心中有感 与狮气道人一般 望向空中的一个方向 旋即 一股说不出的怪异气息 默然笼罩了下来 如蛮荒巨兽 又似外道邪魔 总有说不出的一股怪异劲 正不似正 邪不似邪 无魔之疯狂 无仙之飘逸 老侯 背后说人 好不知笑 一个满口漏风的声音 忽左忽右 传入了众人的耳中 那老猴 无须多说 定然指的就是狮气道人了 骂人不接短 狮气道人何等的兄弟 这下该要大开杀戒了吧 不少人在听闻来人声音之后 第一时间也在心中闪过了这般的念头 即便是张凡 哪怕是在战胜了狮气道人之后 也不曾以这样的灭城相称呼 可是不曾想 狮气道人却没有半点恼羞成怒的样子 反而吃笑出声 嘿嘿 老兔子 你跑得也推满了 还能看清老夫的龙驾不 啊呸 一团雪白中 带着丝丝黑气的浮云飘来 同时 近前的还有一声声笑 老孩 你那也叫龙 是十八条蛟龙 狮气不去 龙不像龙 狮不如狮 哼 真正丢了你这老猴的名头 此言倒是不假 这十八条蛟龙 乃是狮气道人 脱捆之后 短短数年捕杀炼制的 狮气未去 与其十八金狮相比 的确是不登大雅之套 狮气道人也不反驳 只是怪笑着说道 嘿嘿 你这老兔子 不在窝里啃你的胡萝卜 跟着老夫来此作甚 啊呸 一根胡萝卜头 从头而降 同时 还有一句话 传入众人的耳朵 众仙云集 遥战 遥战 东华 妖战东华,传说中的补天之人。 那老兔子轻描淡写的一句话, 却是透露出惊天动地的大秘文。 百万群仙尽数哗然。 他口中的众仙云集, 指的自然不可能是普通的修仙者, 制不计也得是化神道君级别, 方才配得上妖战这两个字。 与他们不同的是, 张凡对老兔子口中所说的惊世骇俗的话, 根本没有半点反应, 众仙云集本就在他预料之中, 至于那什么补天之人, 他更是没有半点的兴趣。 早在多年之前, 张凡就见识过所谓的补天烈的英雄, 到底是什么样的货色, 对此可以说是一点也不感冒。 况且, 是不是什么补天之人, 又和他有分毫的干系? 何必为了他人的想法, 观感而伤自己的神呢? 张凡只是微微一笑, 伸手一隐, 这位道友, 既与诗气道兄相识, 不如下来就坐, 一论大法如何? 嘿嘿嘿, 兔爷, 来也。 对方倒也不客气, 应了一声, 边界那朵雪白中带着黑气, 满是怪异气息的浮云, 层的一下加速, 却不似如湿气道人一般, 穿过那数十悬浮在东皇宫上方的浮云, 而是如同跳跃一般, 带出一道道弧线越过, 随后落在湿气道人的旁边。 一见其尊荣, 百万群仙, 进阶无语问苍天之感, 只觉得, 真是仁义群分, 物以类聚, 的确是成哉思眼啊。 但见那个突兀的, 坐在湿气道人身旁的, 乃是一个高不过三尺的小矮子, 这也就罢了, 关键是其尊荣, 着实望之就不像是人子啊。 一个硕大的, 和娇小身躯不符的大脑袋, 猎唇红眼, 双耳软绵绵地垂下, 俨然兔头一个顶在脖子上, 一边红眼睛又滴溜溜乱转, 一边还不忘一口一口地啃着萝卜, 怪不得这个老兔子 叫尸气道人老猴的时候, 尸气道人也不生气, 原来这是老大不说老二 一般的独类人形啊。 要知道, 在上古之时, 不知道有多少强大的修士, 就是犯了尸气道人这个忌讳, 死得惨不忍睹, 死后也不得安宁。 由此就足以知晓, 这老兔子除了形容 与尸气道人一般无意之外, 其实力也应该是惊世骇俗, 不然不足以让尸气道人容忍至此, 丝毫不觉得受到任何的冒犯。 与尸气道人相比好上一点的是, 这个老兔子虽然眼睛乱转, 但是一身威势却是收敛得极好, 其绝大部分注意力又凝在张凡的身上, 那百万群仙倒是没有再次感受到窒息的压迫。 老兔子一边说着, 一边不住地掏出胡萝卜啃着, 一根一口随手便抛, 不过片刻功夫地上已经成了一堆。 果然好威风, 好杀气, 好神通, 好手段。 这一出口倒是让一旁尸气道人很是眨巴了一下眼睛, 天知道他本来是想打圆场的, 这老兔子口臭是出了名的, 不曾想这一出口却是这么一连串的话。 一时间, 尸气道人满心不解, 甚至没能注意到一根胡萝卜被抛到自己的怀中, 愣愣地拍了一下那老兔子的肩膀说道, 老兔子, 你该不是被别人夺舍了吧, 来, 让老夫看看, 这可不像是你能说出口的话呀。 啊呸, 老兔子被尸气道人拍了一个机灵, 口中的胡萝卜也掉了下来, 一巴掌将他的手拍掉, 没好气地说道, 哼, 打又打不过人家, 又在别人的地盘上, 兔爷, 就不许客气上一点儿。 老兔子没好气地翻着红眼睛, 不忘将尸气道人怀中的胡萝卜再取回来, 吭吃吭吃啃了起来。 诶, 尸气道人惊疑一声, 一时间倒是忘了计较老兔子从他怀中掏胡萝卜吃的事情, 四处打量了起来。 在尸气道人目之所及的地方, 正是那纯由玄黄之气组成, 在这讲道过程中一直在不断扩大着, 建成无边之际笼罩整个连云山脉的东皇宫。 渐渐地, 尸气道人的目光从无所谓到凝重无比, 最后转成一抹骇然。 好家伙, 老兔子, 你那双眼睛果然天下无双, 鼻子也是一般了不得, 怪不得你这老兔子真大的胆儿能苟且残喘到现在。 阿呸! 听得尸气道人如此调侃, 老兔子当即就怒了, 一抛胡萝卜就带不与尸气道人甘休, 恰在这个时候张凡的声音传来。 这位道友敢问如何称呼, 也不等老兔子回答, 尸气道人插口。 东华道友, 就叫他老兔子行了, 这老怪没有其他的爱好, 就喜欢顶着一个兔脑的贱人, 倒也无需和他客气。 老兔子文言迟翻白眼, 却是出奇地没有出言反驳, 竟是默认了下来。 张凡神色一动, 原本道口的话顿了一顿, 转而说道, 哈, 那就请兔兄安坐, 张某一会其余诸位宾棚, 在与兔兄续话。 原来, 就在他想要询问老兔子跟脚的时候, 诗气道人的传音入得了耳中。 三言两语, 他就大致交代了这个老兔子的来历。 此老怪乃是太古之时就已存在的巨凶, 论起来, 辈分和修仙年月, 胜过世间仍然存在的所有大能, 是真正的老怪物。 此人的修为如何, 倒也不好说, 跟脚怎样更是没有任何人知晓, 只明白, 这老兔子有一双通天神眼, 能变世间一切隐晦, 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瞒得过他的眼睛。 天才地宝如此, 灵宝神兵如是, 动天伏地也不可瞒, 阴谋威胁不可现, 更有一个鼻子能够判战力的高低破一切迷障和阻碍。 世间修士, 无论任何大能, 在不曾动手之前, 都只能靠着气息判断出境界的强弱, 而真正实力如何, 就只能打过才知道了。 但这只老兔子, 以仗一眼一鼻, 再加上一对能够闻听千万里的恐怖耳朵, 须疾避凶不过寻常事, 不出手则已, 一出手就是避胜, 其压根就不会跟打不过的人动手, 往往会早早地溜之大气。 如此本事, 再加上谨慎小心, 胆子甚小, 过而才能从太古一直存活到今日, 成为三界唯一的一个活化石。 张道友, 这老兔子会出现在这里, 老夫也颇为奇怪, 按说如此凶险的所在, 按其性格应该南辕北辙一番, 跑得没影才是, 真是怪哉, 怪哉啊。 施气道人最后的话, 也让张凡心中若有所思, 不过却没有开口询问, 若是愿说, 那老兔子自然自己会说, 倒也不许坠言。 冲着老兔子点了点头, 张凡抬起头来, 望向空中数十浮云, 一身气息变幻不定, 整个天地都为之沉闷地下来, 如有天崩地裂的风暴, 在平静中酝酿, 渐渐攀升至巅峰。 一场大战, 不会就这么爆发了吧? 不知道多少人心中忐忑, 此前张凡与北疆老祖一战, 那惊天动地的威势由自令人站立, 现在又是面对数十化神, 真要打起来又会是怎样的恐怖啊? 个别胆小的, 甚至在担心真正打起来, 张凡师父还有能力护得他们平安, 可就要这么离开, 却又在大盗之前心有不甘。 且不说场中百万群仙心中千回百转, 这一片沉闷压抑的气氛, 却是恼了旁边一人。 呸, 你们这些小怪物, 装什么大半算呢? 打就打, 不打就不打, 如此这般闷杀人也。 说话之人正是那老兔子, 也只有他这辈分天下第一的老怪物, 才能如此大大咧咧地将所有豪强称之为小怪物。 毫无疑问, 张凡也是他口中的小怪物之一。 张凡对此倒是不以为处, 只是淡然一笑, 目视长空, 徐徐说道, 诸位道友, 既有缘至此, 又一时难绝, 不如咱且割下, 待得张某讲道完毕, 再与诸位, 一论长短。 他这句话, 语气平淡到了极点, 四十三五好友, 围炉夜化, 一盏相鸣, 倍增轻忧。 但是, 在他说到一论长短这四个字的时候, 语气骤然加重, 肃杀之气也随之弥漫了起来。 东皇宫的上空, 数十云华颤动了一下, 归于了平静。 随后, 一个温文尔雅的声音, 从其中一朵银白色的云彩中传来, 闻之如木春风。 既然东华道友厚爱, 无辈却知不恭了, 溃灵道友大道。 哼, 此人话一落下, 长空中一声轰鸣, 数十云彩晋散, 欢迎朗朗乾坤。 那无形中的压迫, 天崩地裂式的恐怖, 也随之远去。 百万群仙, 在长出了一口气的同时, 心中也是明白, 这不过是暂时的, 待得张凡讲道完毕, 定由一场惊天地, 气鬼神的大战要上演。 数十化神, 隐身长空, 百万群仙, 期待大道又忐忑不安起来。 张凡端坐神通树下, 脸色平静, 仿佛所有的一切都不曾发生, 只是一种说不出韵律, 又带着天道晦涩苍茫的声音, 吐露大道。 一字一句, 隐含天道轮转, 世间变幻, 直指长生秘境, 沟通永恒门户。 煞世间, 百万群仙如痴如醉, 沉浸在大道玄妙之中, 一时间忘却了周遭的一切。 什么众仙云集, 哪般神通大法, 遑论补天之列, 唯有大道一言, 清晰若流泉, 在所有人的心中, 徐缓而不停歇, 聚聚流淌。